在伊拉克的沙漠中 真的有萨达姆的宝藏吗 很多人都听说过 在萨达姆逃亡之前 他曾经在沙漠中埋下了自己的宝藏 等待着有一天自己可以东山再起 可是一直到萨达姆被美国人绞死 这批宝藏都没有人找到 甚至都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批宝藏到底是什么 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美国人就已经听说了 萨达姆拥有数量巨大的宝藏 尤其是黄金 在他们的情报中 萨达姆喜欢黄金 已经到了近乎丧心病狂的地步 所以在萨达姆的住处 很多地方都是由黄金搭建的 甚至于因为黄金过多 萨达姆不得不将一些黄金 摆放在自己的屋子的一角 至于钱财 据说萨达姆储存的现金 就高达数百亿美元 所以在当时 美国人除了要控制伊拉克的石油 更是要萨达姆的私人财产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数百亿美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毕竟整个伊拉克战争下来 美国人也只是花费了七千多亿美元 如果能将萨达姆的私人宝藏拿到手 毫无疑问 这场战争的军费 就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弥补过来 所以美国人费尽了心思 也要找到萨达姆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萨达姆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 当美国人赶到萨达姆的新宫时 才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了 在这里连萨达姆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可是在这里 他们有了巨大的发现 起初的时候 这些美国大兵并没有发现太多值钱的东西 他们找遍了整个新宫 虽然有一些值钱的东西 但是很快就被美国大兵搜刮一空 当后续部队赶到的时候 整个房子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了 就在后面一群美国大兵认为自己 没有什么游水可捞的时候 一个士兵有了重大的发现 一个士兵看着金币辉煌 但是却空荡荡的房子 愤愤地用自己的步枪砸了一下周围的墙壁 但是这一砸却让他发现了秘密 他们原以为这只是萨达姆的镀金 但是这一砸他们发现 这里有很多东西居然都是纯金的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美国大兵直接化身拆尖队 开始破坏周围的墙壁 不拆不知道 一拆吓一跳 在这个金币辉煌的房间中 居然有很多砖块 都是用黄金做的 而且正是在这样拆尖队式的掠夺中 他们发现了萨达姆的密室 在这里 美国士兵发现了大批的黄金 这些黄金 整整齐齐的码放在地下的密室中 当灯光照耀在黄金上的时候 那些黄灯灯的光 几乎让人无法睁开双眼 此时 再让这些士兵们肩扛手提已经不现实了 美国人很果断地派出了几辆卡车 但是这一拆就是好几天的时间 但是伊拉克的很多民众都看到了 美国人的卡车在萨达姆的行宫前面 来来回回了很多趟 在这之后 很多美国士兵都晒出了自己的照片 在他们的身边 几乎都是金灿灿的黄金 对于这些美国大兵来说 就算是回国之后抢银行 也不见得能看到如此多的黄金 所以在这个时候 留下一张照片是十分有必要的 可是在清点了很久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黄金虽然很多 但是距离他们资料中的萨达姆的财富 还有一些距离 为了找到更多的财富 他们几乎将萨达姆的几处行宫 翻了个底朝天 可是得到的财富始终是有限的 萨达姆的财富到底去了哪里呢 美国人几乎头发都要薅完了 也没有想到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消息传了过来 有人说 他们曾经见到萨达姆带着很多人 前往了沙漠的深处 但是回来的时候 几乎只剩下了萨达姆一星人 听到了这个消息的美国人立即想到 难道是萨达姆将自己的财富和宝藏 都埋在了沙漠里面吗 很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又能怎么样呢 如此广袤的沙漠地区 他们难道要一寸寸地将土地翻过来吗 这绝对不现实 为此 美国人只能暂时放弃 大规模寻找宝藏的事情 只是留下了一个小队 在沙漠中不断地探索 希望有一天 可以找到萨达姆的宝藏 美国人做的所有事情 都落在了当地人的眼中 一时间 沙漠中藏有萨达姆宝藏的事情 传遍了整个伊拉克 而无数人在贪婪的驱使下 进入了苍茫的沙漠中 他们真的能找到 萨达姆留下的宝藏吗 一群人义无反顾地奔向沙漠 只是因为他们心中的贪欲在作怪 他们希望找到 萨达姆留下的宝藏 但是实际上 他们连萨达姆的宝藏 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都狂热地认为 萨达姆留下的宝藏 一定是金子和其他值钱的东西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过 萨达姆的宝藏 难道没有可能是其他东西吗 在沙漠的深处 有一个秘密的基地 在这里 萨达姆放置了800架战斗机 这就是萨达姆的宝藏 起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人们都嗤之以鼻 在他们看来 萨达姆的宝藏就算是卫生纸 都不可能是战斗机 而原因也很简单 这不符合常理 伊拉克是被美国干掉的 严格来说 伊拉克是被美国的空军干掉的 在战争发动之前 并没有多少人看好美国 因为那个时候 伊拉克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虽然萨达姆是一个暴军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正是在这个暴军的统治下 伊拉克的国力 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 军事力量也是一等一的强大 尤其是当时伊拉克的陆军 当时 萨达姆一共布置了35万陆军士兵 在自己的国土之上 坦克 装甲车 火炮 都是数以千计的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抵住美国军队的进攻 让美国无法完成 他们速战速决的战斗机会 让美国就像当年在越南一样 被迫进入持久战的节奏 而对于美国的空军来说 萨达姆制定了一套 看似天衣无缝的防御计划 他们用自己手头仅剩的 3000多门高射炮 以及800多具地空导弹 组成了四个独立的防空区域 几乎可以说 他们仅仅保护最重要的地方 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 他们几乎放弃了 重点就是要拖下去 因为有400多架飞机 主要也是用来防守的 而不是用来进攻的 根据萨达姆的计算 他们这样最起码 可以坚持到国际力量的介入 但是他错了 因为在这次的战争中 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美国投入了许多新型的武器装备 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 B-2引擎轰炸机 这个轰炸机可以在万米的高空 精准地投下炸弹 而在如此精准的攻击下 伊拉克的防御体系 很快就崩塌了 他们的防空力量 在美国人的攻击下 几乎不堪一击 而在干掉了他们的空中力量之后 伊拉克的地面部队 彻底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他们只能被动挨打 即使他们有35万陆军士兵 坎克也是美国人的脊备 但是面对拥有各种先进武器的美国军队 他们除了被动挨打 什么都做不到 这也正是很多人认为的 为什么萨达姆的宝藏 不可能是战斗机的原因 毕竟在所有人看来 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阶段 既然还有战斗机 那么肯定会第一时间投入战场上 而不是放在沙漠中藏起来 但是跟很多人想象的恰恰相反 将这些战斗机藏起来 才正是萨达姆最高明的地方 对于萨达姆来说 美国的强大武力 在多年之前 他就已经见识过了 当年的那一顿打 让他至今为止心有余悸 所以自己也很清楚 如果这次再和美国人杠上 自己虽然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东西 但是依然可能无法抵抗美国的进攻 那么不如保存一部分实力 等待自己东山再起的时候 作为自己的资本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决定 那么保存的那一部分实力 就要十分的慎重了 在那个时候的战争中 空军毫无疑问是最致命的兵种 而阿拉伯地区的空军中 伊拉克的尤为强悍 甚至于在某些时候 伊拉克的空军 几乎可以说是 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空军门面 并且空军也是世界上 最难见识的兵种之一 大部分的陆军士兵 只要发一把合适的武器 然后给予一定的训练 就可以成型了 并且坦克和火炮这个东西 虽然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的技术壁垒并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在斯莱想去之后 萨达姆还是决定 留下一部分空军力量 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资本 但是此时的萨达姆 很明显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远比他想象的 要严重得多 在萨达姆的眼中 美国之所以来打仗 无外乎就是为了钱和资源 自己的石油 确实让美国很头疼 美国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多掠夺一点石油 并且战争 就是美国最好的印钞机 只要有战争 美国的经济发展 就会极其的迅速 所以在萨达姆的预料中 美国人对自己 可能没有什么兴趣 最多也就是放话 说要弄死自己而已 而到时候 如果找不到自己 很有可能就不管了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美国人真的找到自己的话 也不一定真的会弄死自己 但是萨达姆想的太简单 对于美国来说 攻击伊拉克 确实有萨达姆说的一部分原因 石油也好 钱也罢 都是美国人的目标 但是美国人除了这两样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 那就是弄死萨达姆 原因很简单 萨达姆已经不是第一次 挑战美国的威严了 曾经 伊拉克和美国的关系 其实还不错 美国也给了伊拉克不少的援助 但是很快 事情发生了变化 伊拉克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渐渐地出现了裂隙 此时 在萨达姆的统治下 伊拉克几乎到了自己国生巅峰 虽然而然的 伊拉克也有些膨胀了 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伊拉克直接表示 自己的石油 以后用欧元结算 本来伊拉克也就是想 吓唬吓唬美国 让他看看 小叶我也是不好惹的 但是 他们没想到 这一下 直接戳在了美国的死穴上 幸亏伊拉克力气小 没戳太深 但是这也不是一个 小小的萨达姆 可以承受的 伊拉克这一下 直接让美国最稳定的 石油美元体系出现了问题 这对于美国来说 是无法忍受的 如果今天 有一个萨达姆站出来 用这个威胁自己 明天 是不是还有一个萨达公 站出来 要威胁自己呢 如果不给伊拉克 一点颜色看看 自己的脸面 还往哪里放呢 杀鸡给猴看 这就是美国最真实的想法 并且对于美国来说 萨达姆还做了一件 让他们无法容忍的事情 911事件 几乎是美国 一个无法抹去的伤痛 但是听说造成 这起事件的元凶 在伊拉克蹦跋得欢食得很 根本没有遭到应有的制裁 换句话说 伊拉克是在包庇 他们心中 最大恶极的罪犯 所以 无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 还是从国家地位的角度来说 他们都不可能放过萨达姆 但是很遗憾 萨达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他的计划中 他并不会死 可是 后来的事情 让他对自己的选择出现了怀疑 明明自己已经躲起来很久了 美国人 也已经很久都没有自己的消息了 可是 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追查 这已经让萨达姆感到有些不安了 随着美国人搜寻力度的加大 萨达姆可能也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是这个时候 萨达姆的内心 很有可能还是有侥幸心理在的 因为 就在萨达姆被抓住的时候 他主动地告诉了那些士兵 他就是萨达姆 他很有可能是向着 自己也就是被关押一段时间 就被放掉了 所以主动表明自己的身份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美国人 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一样法外开恩 而是直接给了他一纸判决 死刑 虽然美国人给出的理由 是使用化学武器 并且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 不知道当萨达姆被处于缴刑的时候 他的内心在想什么事情 是后悔自己没有尽全力地 抵抗美国的进攻 还是说自己过于嚣张 亦或是自己应该更加小心地藏匿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800架战机 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后手 当然 前提是 如果萨达姆没有被处死的话